任何的公司签署合同 独家发布自己的博客 而且还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针对近日美国一些导演和演员 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为由宣布抵制北京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15号就表示 不应将奥运会与政治问题挂钩 罗格说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体育组织 而不是政治组织 它的职责是组织好奥运会 罗格还表示 一些人曾经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做出了贡献 但是其退出不会影响奥运会的质量 同一天 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维尼亚体育部长米兰茲维尔表示 体育是一种不同文化间对话的工具 而不应当被当作政治武器 应当避免一切以政治问题为由 抵制奥运会的做法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奥运人才的需求也是越发凸显 今天上午开幕的2008年春季人才招聘会上 有关人士就透露 目前奥运场馆的技术人员 媒体助理 翻译以及驾驶员 成为最为紧俏的人才 北京国际展览中心诺大的展厅里 红色的奥运标志和奥运招聘展台相当醒目 主办方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的招聘急需奥运场馆工程师 通信技术人员 媒体助理和司机等人才 其中缺口最大的是符合条件的驾驶员 北京奥组委要求 应聘者必须有良好的驾驶技术和外译基础 他们也会接受培训 并参加考核合合后才能够上岗 而这样的需求是随着奥运筹备进展不断变化的 就前一个阶段是比如场馆的施工方向的人员 现在已经进入到测试到这个阶段 所以需要这个阶段的这种工程技术人员 助理了这个也是随着媒体的 这些国外的媒体啊传媒的人员的增加 所以又增加这方面的这种需求 尽管距离奥运会开幕只有170多天了 不过北京奥组委相信 这些人才的缺口应该能够满足 本次招聘会之前 主办方还特别向参加奥运会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 分发了4000份邀请函 并设立咨询台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就业指导 希望帮助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这样的便捷渠道 找到满意的工作 作为奥运志愿者呢 他给开辟来的一个这样的绿色通道呢 等于说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有这样一个资源去把握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今天上午发布关于广东省佛山月通仓储运输有限公司 烟花仓储214爆炸事故的紧急通报 据初步调查 月通公司烟花爆竹仓库存在着库区无为强的严重缺陷 事故发生时 仓库内储存有湖南江西等7家烟花爆竹出口贸易公司 约1.5万箱烟花爆竹 专家从现场发现残留的最大规格为12号的里花弹外壳和造成的爆炸威力来分析 该公司存在使用部分C级仓库违规超量储存A级产品的现象 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美方代表克里斯蒂娜·罗卡15号在日内瓦向各成员国代表 介绍了美方击毁故障间谍卫星的计划 称如果卫星或其残骸坠落到有关国家和地区 美方将向坠落地所属的政府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 罗卡表示 这颗携带有毒连氨燃料的卫星可能坠落在南北纬58.5度之间的任何地区 美国近期已经对三艘海军舰艇以及三枚标准三型海基拦截导弹做出了技术改进 为击毁卫星做准备 罗卡说 如果打击计划失败 那么卫星可能在3月6号前后进入大气层 在这种情况下 美方将着手研究 万一有毒燃料坠落至人口聚集区后如何最大范围的降低危险 根据波兰电台15号报道 美国政府此前曾通知波兰国防部 失控卫星可能坠落在波兰境内 但具体细节仍处于保密状态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先前介绍 美军计划在距离地面200多公里的高度击毁卫星 一方面保证残骸不留在太空 另一方面让绝大多数残骸在进入大气层时 因空气摩擦而燃烧掉 针对有关方面就美方利用这一行动 展示太空军事能力的担忧 美军联合参谋部作战部长卡特哈姆表示 美国的这一计划并不属于反卫星实验 而只是一次防止人类生命损失的硬迹行动 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俄国防部正在利用自己的侦查卫星 紧密跟踪美故障卫星 并担心卫星会对地面构成威胁 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里诺夫表示 如果美方做出决定的出发点是展示实力 那么这将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俄新社还援引一名俄资深议员的话说 俄军事专家怀疑 美国的这颗间谍卫星上可能携带核动力物质 但是这一说法还难以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 根据美国警方15号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 被伊利诺伊大学14号枪击事件的凶手 原是该校的一名优秀生 没有暴力史 但是事发前几周内行为古怪 警方负责人格雷迪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凶手已被证实为被伊利诺伊大学2007年